那都是以農民去世之后 留下来是遗孤嘛 就是遗卷要抚养这些遗孤啊 比较生活比较困困困难的 我们都可以给它这个协数 现在最小的遗孤大概还几算 有国小的 最小的是国小 大家都国小生开始 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也有大学 大概目前是三十五回 有一对一的 那也有固定赞助的 那所以今天有一些团体嘛 我们主要是以農民本身为主 在農民如果去世之后 它家境比较清寒 那变成龙卷嘛 龙卷要照顾这些遗孤嘛 那我们又评估一下 可能是它是中低收或低收的渤员嘛 那我们就给它赞助 那四五七朋友在一起 我们看大家顺一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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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花蓮本来是后山嘛 这个整个生活环境条件 不是说像西部的各项城市 来比较优渥一点 那这些很多大家没有接触的这个层面 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只是他们没有发现到 那希望说大家能够 因为我们有这个管道 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把这善心善管 全到我们的专户里面来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而且我们也会借由 就是今天像今天这个活动 我们招来这些任养的人 或者单位来看看 你们任养的这些小朋友 大家有个互动 了解说 今天在你的支出之下 他们可能他认真向学 他可能加油 更好的话 他会回复到社会 我相信这个循环是好的 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大概是主要这个目的来办理 很多属于阿姨 被我帮助 我帮我爸爸 我感到很幸福 也让我有个 有个能够 就去自分的目标 加油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 谢谢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 谢谢 我好像都在做的